拜登亞洲行 果然引造了這個非常非常後話題 今天最新的話題就是拜登 直接跟大家講 尤其他跟日本高峰會議之後 會後的記者會拜登宣誓 兩岸如果開戰 美國願意用武力來支持台灣 他在去年十月講的是說 如果開戰的話 他願意當然支持台灣 這次多了一個條件 要用武力 張東韓總統府發言人 對此回應就說 我們會加強自我防衛 人家都說要幫你的 還自我防衛 這個是一個最先發展 不過一樣就如同去年十月的狀況 拜登講完話之後 白宮馬上就發個聲明 這個我們總統講的話都沒有變 對台政策都沒有變 一樣又來了一次 是不是兩面手法 這個大家很懷疑 拜登到了日本 他要推出印太經濟架構 拜會了日皇 那現在有個問題 雖然都一樣是印太經濟架構 但日本跟他的 跟美國的立場差很多 有兩大元素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說 日本希望說可以納入更多的東南亞的國家 但美國希望說關鍵的核心的國家 但關鍵的核心國家 居然連台灣都沒有 沒有台灣非常的 印太經濟架構是包括在供應鏈的韌性 乾淨的能源 基礎建設 數位交易等領域 包括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新加坡 新加坡都加入了 但是就是沒有台灣 然後印度還在考慮當中 賴教授我想請教一下 沒有台灣 但是又說願意用武力保衛台灣 給人家感覺 第一個感覺就是 你就是兩面手法 我覺得他說用武力保衛台灣 這個部分 其實會引起很多的宣傳大波 雖然白宮第一時間趕快否認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我個人的推斷是 大陸對美國的信任度 是越來越低了 因為他會認為美國人在唱雙謊 就是說你一個總統 不斷的在說會用武力保護台灣 然後你的發言人 白宮的發言人 一直又說我們對台的承諾 是不變的依照台灣關係法 或是什麼等等 我覺得大陸越來越不相信 美國人所說的那一套 尤其是在這一次烏克蘭的事件 因為烏克蘭的事件裡面 現在解露出越來越多 原來歐美的很多國家 都在欺騙烏克蘭政府 當初說你可以加入北約 說你可以加入歐盟 都在欺騙 都在騙 所以當歐美的政治人物外交官 或是他們的外交部部長 或是他們的總統 給烏克蘭的總統的 這麼多的承諾 都是在騙烏克蘭的總統 哲倫斯基的時候 我覺得對大陸來說的話 他也會認為白宮的這些 總統或是他的國務卿等等 他們的講話可能都在騙 那也就是說都不誠實 那對台灣來講 現在也處於 對蔡英文來說 他現在也很兩難 就是說你到底是不是在騙我 你會不會你故意裝的說 你說要保衛台灣 但是事實上你根本不會 也就是說你明的 雖然說我一定會出手保衛台灣 所以你台灣可以壯膽 去更做一些挑釁中國大陸的事 那就像哲倫斯基一樣 那麼做了更多挑釁 這個俄國的事一樣 然後最後爆發衝突了 結果受害的是 2000多萬的烏克蘭人 那會不會也是台灣 入了美國人的這個局 到最後兩邊衝突了 兩岸發生衝突了 受害的也是我們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 所以現在變成是 我們會不會又被騙了 那也就是大陸也會在想 你會不會又在玩兩岸 或是你在撤大陸 會不會動手 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覺得他會把整個兩岸的局勢 搞得更複雜 而且更沒有信任 而且大家都知道說 原來歐美的政客的 這些國家元首都是一個騙子 都是騙 騙 騙 一直不停的騙 那不停的騙的情形下 我覺得會給大家帶來不信任感 也會帶來不確定性 也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主張獨立的人 會覺得很棒 我們應該要更獨立 往前衝一下 因為美國人說一定會出兵 拜登一而再再二三 代表他們在白宮內部裡面 一定還會討論好多次 都說會出兵協防台灣 所以我們可以更往前衝 所以我們要趕快用台獨立憲 或是用台獨趕快推進去 很有可能就爆發 真的是爆發兩岸衝突 那爆發兩岸衝突以後 美國還真的沒出兵了 那不是又是一個 烏克蘭的事件就發生了 那美國人說 我們給你武器彈藥 我想辦法空投 武器彈藥給你等等 或是我用什麼方法 給你送進來 但是問題就是戰場 可能在台灣就打起來了 那打起來以後 台灣人就莫名其妙的 就莫名其妙的捲鑽戰火了 就像烏克蘭人一樣 你看要開戰之前 沒有人相信會開戰 幾乎沒有幾個烏克蘭人相信會 連我們的留學生 台灣到烏克蘭留學生 你問他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很多視訊 不會 沒有感覺要開戰 完全看不出來 什麼準備也沒有 街上也沒軍人 基輔也沒準備 什麼地方都沒準備 怎麼一下子就打起來了 我覺得台灣人要保持頭腦冷靜清醒 尤其台灣人自己要去制止 台獨分子 利用這個機會把台灣搞亂 那台灣的主政者蔡英文 你一定要跟台獨保持一個距離 你腦袋要清楚 不然你到最後 你不要學哲人士忌 每天穿個綠袖的短袖 然後就在那邊 演電視演給大家看 你沒有這個本事演電視 責任司機可以演 因為他演員出身 你不是演員 所以你演不了那個電視 所以我倒認為 蔡英文在這個部分裡面 自己腦袋要清楚 不要火熱了 我現在同時間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有人分析 說其實這個印太經濟架構 談不出什麼 最關鍵的是 這些東兩亞國家 或者是所謂的核心國家 希望美國要開放它的市場 可是美國不可能開放 所以其實就算你組了新的架構 人家也不願意加入 那二十四號在東京要四方會談 要來討論 針對中國大陸的這個雙關的 非法捕魚的 漁士倡議的事情 那關鍵還有另外一個 要跟印度的總理莫迪 要一對一的會談 針對制裁俄羅斯的事情 那我們也發現 拜登的民調越來越低了 開戰的一開始 還有百分之四十幾 現在華道居然只有百分之三十九 他國內的問題 包括通膨 槍支暴力 奶粉缺貨 其實一樣一樣都沒有解決 尾涵你怎麼看 網路上有一個 我跟大家講說世界上是幾大不可信 某個國家的報導 某個國家的研究不可信 我跟大家講 美國承諾不可信 不可盡信 我直擊好不好 直接重擊告訴你 今天是不是美國的這個白宮 蘇利文跟人家講說 不好意思 那個印太架構 暫時臺灣沒有 那外交部說我們再爭取 觀眾朋友 我們臺灣的媒體 這四月三十號 不到一個月全 你看這是什麼 布林肯所有報紙都有 我是舉自由時報的 連外交部都報導 印太經濟架構不會排除臺灣 這布林肯講的 什麼時候講的 四月三十來 大家看一下 不到一個月 不到一個月 當時有講說印太架構 對對 拜登要來亞洲了 他在日本會提出這個印太架構 然後不會排除臺灣 那我就想到 這個不好意思 布林肯這個國務卿 他其實以前是個歌手 他那個歌手的單曲名字叫 Leap Service 就是嘴講講的 我舉實力給大家看 四月三十才講說這個印太 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 聯合國沒有辦法 因為那是國家定位 WHA那要看中國大陸 他訪問就贊成不贊成 你今天這個印太架構 竟然是美國提出的 美國自己就是host 他要邀請誰 他可以決定啊 而且這個不是以國家 不是以主權 就是一個經濟 而且說我們這邊有 這個所謂的科技鏈 我們有護國車鏈 有台積電 那不是剛好 就還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裡面的這些智庫學者 講說 因為不想要搞神是反中啊 中國大陸到時候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 我先跟觀眾朋友講 因為美國在歐巴馬的時候 他有一個TPP 但是後來川普退了 退了以後再搞個CPTPP 美國也沒回去 中國大陸 東協這個十加五這個事情 讓美國很緊張 所以他想要回到亞洲這邊來 侦擔他的影響力 可是無緣福建 剛剛要說講市場 市場在中國大陸 十四億人那個就是擴大市場 另外就是印度 那所以他為了要弄一個新的經濟架構 去分庭抗禮 可是他又怕說到時候他有針對性 所以我們猜 國務卿四月三時說不會派出臺灣 四月二三告訴你 對不起沒有臺灣 那是怎麼樣 等一下廣告之後 跟大家講台語那個俗言 美國承諾不可盡興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我們注意到南韓有個新聞 可以看到下一張 南韓有個新聞 不過這新聞比較沒有被看到 美國這個總統拜登 去南韓之前 居然他的兩位先遣的 不要說保標 特勤人員 專門去做行遣的這個調查 居然喝完酒 酒醉之後 在拜登即將下他的這個酒店 軍樂飯店底下 跟小航司機大打出手 後來這兩個人 就被送回去美國 那其實在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歐巴馬訪問哥林比亞的時候 也有爆出十多位的密情局的人員 這個買春 買春的行為 一樣也不是前往前返回去 其實剛剛賴趙社特別講到 很多亞洲人都認為拜登此行 來的推廣的 就是要把亞洲變成另外一個戰場 所以包括我們在南韓也好 現在的日本也好 很多抗議團體都出現 他們這個會場外面 抗議說拜登要讓亞洲 包括日本跟韓國 變成下一個戰場 所以亞洲人非常非常擔心 那拜登來 他第一個到日本看到的是豐田 後來他又到去 在南韓的時候 稍早去南韓的時候 是三星 而且是三星的副會長李在龍 親自的跟他做示範 三星還跟拜登展示 這個三厘米晶片 意思是要告訴他說 我們三星的代工能力 其實是可以超越台積電 那豐田更厲害 豐田是早在選舉的時候 就一路挺拜登 然後包括這個電動車 相關的發展 他也是全力挺拜登 所以拜登去 都還沒有看到他們的元首 就先去看到豐田的老闆 賴教授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他的供應鏈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他的印太經濟架構 四等份 貿易彈性的 然後供應鏈 然後再來 那當然基礎建設 還有一個 那就是有關於稅收 跟反腐敗的問題 其實他的真正的包裝的半天 核心就有一個就是供應鏈 供應鏈裡面其實就是兩塊 一塊就是半導體的製程 另外一塊就是電瓶車的那個電瓶 因為電瓶車的電瓶其實才是關鍵 豐田就是在這個部分裡面 掌有關鍵的技術 那問題就在於為什麼我會說 他印太經濟架構會失敗 而且會走不下去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 例如說他現在跟韓國 日本 他說我們要三個國家聯合 來發展兩奈米的這個晶片 對不對 要發展兩奈米 那問題就是因為美國有參與的 美國參與的話他到時候 例如說他要制裁中國的時候 他就要求說 我有美國參與或是主導的 這些研究計畫跟設備 都不能夠製造出來的東西 不能夠賣給中國大陸 當初對於台積電 就是這樣子斷掉台積電 跟華為的市場關係 所以台積電少了15%左右的份額 荷蘭的光刻機就是因為美國當初 也是跟荷蘭一起研究這個光刻機 結果他就規定光刻機不能夠賣給大陸 所以大陸的半導體的製程中 有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光刻機 可是大陸還沒有出手 我今天如果是大陸的話 假設你今天你三星 你說你兩奈米 兩奈米那都是美國人說 這我有我的研究計畫 所以你的兩奈米的東西 不能夠賣給中國大陸 假設是這樣 那中國大陸如果下一個命令 說三星的兩奈米製程的所有的晶片 只要有一個晶片 你的任何東西就不能賣到中國大陸 那我假設我是蘋果電腦 我蘋果電腦 我用的是三星的兩奈米 結果我大陸市場都賣不進去 那你還會不會跟三星買 你不會跟三星買 你可能跟台積電買 我的意思也就是說 大陸還沒有出手 用這個關鍵性的給你殺一下 還沒有 那等到你今天入了這個美國這個瓦 到時候他又說 這個由我美國參與的 任何研究計畫 那現在我要制裁哪一個國家 你就不能賣給他 台積電當初就是這樣子慘了 台積電就是被美國人這樣框住了 荷蘭的光刻機 也是被美國人這樣框住的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就一樣畫葫蘆 再繼續框這一些國家 剛開始你就覺得說 有先進的製程 那我參加的話 我可以得到好處 可是你到最後 美國要制裁哪一個國家 你就不能把那東西賣給那個國家 那你本身你的企業就要承受損失 台積電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我覺得還好台積電沒參加 因為台灣不能參加 那韓國三星興致勃勃的參加 哪一天他被美國人框住了以後 三星的苦頭就在後頭 那教授最後一分鐘請教一下 你怎麼看拜登的特勤人員 居然在南韓喝醉酒打人 而且他們媒體報導還說 現在雖然回美國了 可是要調查他們有沒有用毒品 我覺得美國的特勤人員 在海外的這些行為不良 已經是很有名的案例了 您剛剛提到的那個 TT嫖妓 他為什麼會被專業不付錢 白嫖 他就是在付錢的方面有了爭議 有了爭議以後 這個事情才曝光也搭起來 我也懷疑他是搭小房 因為他已經搭他已經搭車 回到下他的飯店了 我覺得他也是付錢的關鍵 我覺得在付錢的時候 因為這些人員不太願意付 或是付得少 或是那個付得不對的時候 或是他認為你小房給他要多了 或是什麼等等 產生了那個摩擦 美國的目前來講 他們的軍紀 尤其是特勤人員的紀律 要維持真的很難 因為美國人的軍隊 坦白說他們的紀律真的很不好 劉德華天王 天王劉德華代言 沒有想到居然出現了抄襲 百分百的狀況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